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7月6号的台股最前线 今天的一个台北股市 是延续着上个礼拜的一个多头公式 不仅仅是创下了整个波段反弹以来的一个新高点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收盘价的一个位置 当然也是收在今天最高 它离原本的高点12197 它仅仅只相差80点左右的一个差距 因此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我想我们简单稍微谈一下今天的行情 当然这种大涨200点的一个行情 大概不会有分析师看错走势 但会如何呢 我想我们在早上的8点35分 当时提供给我们Teragram的一个群友 我们对于今天指数的一个预估就是偏多 而且是呈现做多的一个状况 所以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台北股市今天大涨合不合理 当然合情合理 但是我相信现阶段 对于大多数的一个投资朋友 面临到最大的一个问题应该是在于说 老师台北股市很强 我们都看得出来 问题是说到底如果说 现阶段是一个空手的投资朋友 或者是你调节比较多的一个投资朋友 这个时候到底能不能够去做一个进场 那你要知道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首先你要先清楚的知道 现阶段的一个行情 到底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格局 所以我们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当时我们花了一点时间跟大家谈到 我说现阶段的一个台北股市 它就是走一个历史重演的一个行情 重演哪一段历史呢 就是今年六月初 也就是画面当中大家看到 第一个黄黄黄往上攻高的一个攻势 那个时候最主要是由台积电来做一个带动 挑战往上去做一个攻高 那这一波的一个行情 其实也出现一个类似的状况 就是一样是由台积电的一个大涨 带领整个大盘连续多天都出现了一个红K棒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它是一个一波到底的 一波到底的这样的一个多头走势 但是对于投资朋友来讲 虽然我们知道行情是维持多方 没有做任何的改变 不过你在操作上面 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这个板线上面 有一点过热的一个现象 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从画面当中一样 我们刚刚竟然讲到历史重演 你可以看到当时大家最害怕的 应该是六月十一号跟六月十二号 这两根的一个K线对不对 好那这个时候出现什么事情呢 当时它跟时日线的一个差距 大概是400点左右的一个空间 所以你回头过来看 今天的一个时日线是来到11709 指数是12116 它其实也来到了大概400点左右的一个空间 所以短线上面它会有过热的现象 没有错 但会不会出现那种 六月十一六月十二 那种跳空大跌的一个走势 我个人倒是认为出现这样的一个机会 应该是不太大 但更重要的是什么 如果说真的出现有这种快速拉回的一个走势 你应该把握的是买点 而不是在这个地方去做一个杀低的一个操作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我想12197到底能不能够突破 这个其实已经不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 重点是它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去突破12197 所以我简单告诉各位一下 如果说假设了明天就突破了12197这样的一个位置 你要看的是整体的量能 有没有持续去做一个扩增 而这样子一个量能 我想我们过去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谈到 你最主要是要以所谓的一个月均量 作为一个最主要的观察重点 所以现阶段的一个月均量 大概是在2000亿元左右来看 你只要这个行情是有2000亿左右的一个成交量 它都是维持着一个比较健康的态势 唯一要注意的是在于 那短线拉回我们刚刚讲的嘛 你要留意买电 那如果是突破12197的这种所谓无量的突破的话 它回测的幅度就会稍微比较大一点 我想这个是我们对于接下来行情的看法 就提供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 但更重要的呢 我们刚刚讲到了 既然是一个多头架构的话 我们要清楚的知道 到底现阶段我们应该去卡位什么样的一个股票 所以如果你有看夏老师上个礼拜五节目的投资朋友 你还记不记得那个时候我讲了两大类股 一个是所谓的强势股的补涨 那个时候我们着眼的是IC设计 另外一个我当时跟大家谈到的是 这个波段都没有涨到的两大族群 一个叫做散热 一个叫做矽晶元 结果我们在上个礼拜五去点名之后 没想到在今天 那个股价就开始出现了一些向上发动的走势 因此呢我相信大家其实就比较关注就是说 那老师今天这些个股的上涨到底是因为真的轮到他们去做发动了 还是说他就单纯只是一个补涨 然后可能明天就会往下去做修正 我想我们这个部分可以一档一档来看哦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在整个所谓的一个散热模组的指标性的个股 3324的一个双红 那双红的一个部分你可以看到 从5月22号以来 外资一共增加持股2246张 如果说我们以成本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是176块钱的一个成本 同志朋友今天的一个股价是188块半 有没有做出很大幅度的一个拉开 其实没有嘛 换句话说呢 你现阶段去做布局 跟外资这一段时间的一个成本 大致上是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差距 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是在于说 你这个时候买 他其实会比这个之前买在这个相对低点 我觉得会会好一点 那为什么会这样讲 大家不是说 哎老师 啊价格买的比较低不是比较好吗 但是你这里你要花时间去做等待嘛 对不对 如果说后续这样子的一个股价 他能够持续增量往上去做功高的时候 一方面现阶段盘面有这个网通光鲜 就基本面的一个题材来看 他是具备有攻击的一个条件 另外一方面 这个时候刚好突破过去这一段时间的一个WD 所以这个WD的一个价格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有二十几块钱的差距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在整个所谓的一个 呃 轰天雷的一个K线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位置 好 这是双红对不对 你看到这个位置是多少 184块 然后这里是158块 所以中间有26块钱左右的一个差距 如果说你就等幅测距往上的话 他其实是有挑战210块钱的机会 所以我认为今天的一个双红 他应该是属于真的发动 而不是说那种 呃 就是大家找不到股票 然后开始 那你说他涨的一个原因 其实也有也有部分的原因 是因为这样存在 但无论如何 他简单讲就是他涨的是真的 他并不是一个涨假的一个走势 好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档散热模组的个股 但讲到这档散热模组的个股 我要先来跟大家讲一个小插曲 应该算是一个小故事 你看好 这个画面当中 大家可以看到有这个赖的截图 对不对 那赖的截图 其实我们可以简单来看一下 这个是6月22号 有一位投资朋友 他问我 就是刚好问到3483的立志 好 那立志的部分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当时我是怎么样去解说 这档个股 那个时候 前面大家可以 就不用看 不用 不用 应该这样讲 不是说前面不重要 是重点就是 我们当时跟这位投资朋友 讲到 就是说7月6号以后 应该就会有表态的机会 这个是6月22号写的 你看时间框在这里 对不对 然后当时我也讲了 基本上这一档个股 只要没有收盘跌破 58块8的话 整体来讲 问题都不会太大 好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股价走势 这是当时我提供给 来询问这个个股 持股解析的一个投资朋友 当时我给他的一个建议 然后你回头过来看 这个股价的一个走势 你会发现就是说 到底问题在哪里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第一个 我刚刚讲说 7月6号发动 对不对 那今天是不是7月6号 是吗 那今天股价涨多少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股价的一个走势 今天股价是不是 一口气涨了 7.31% 有没有表态 有表态吗 对不对 那另外一个重点是什么 另外的一个重点是说 我说收盘价没有跌破 588的话 你都还是可以偏向多方来做看待 对不对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你看哈 这一波的一个股价走势 6月22号 这是当时我提供给这位投资朋友 当时我提供给他的建议 结果2324股价都收黑 29号 接下来29号 大家还记不记得那时候发生什么事情 那时候我们端午假期嘛 然后连续放假 结果美国股市大跌 对不对 所以当天应该会有很多投资朋友看到这种股价走势害怕 你就把股价砍出去 投资朋友 你有没有看一下当天的一个收盘价收在多少 收在58块8 是不是跟我们当时在6月22号 解析给观众朋友的这样子看法是一样的 我讲这件事情不是说要去描述说 我到底有看得有多准或怎么样 我只是要提醒投资朋友一件事情是在于说 如果你今天当然因为其实个股的走势 他其实是每天他都是一个浮动的一个态势 那我不是讲说我6月22号就告诉你什么 然后7月6号真的发动 然后这一波真的跌到588就没有再跌了 我觉得这个不是我要跟大家强调的重点 而是在于说如果你今天持股解析 你只是抱着说 啊反正就不用钱啊我就问看看啊 这样的一个心态 然后你没有把夏老师给你的建议听进去的话 我觉得你应该这样讲啊 就是说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问法 其实对你来讲帮助不大 为什么会这样子讲 实际上你从股价的一个角度来看 即便你不是砍在最低点 你看过去这五天股价怎么走 这五天的股价是一路往上去做走高 我觉得股票套其实没有关系 你不要刚好出在那个发动点的位置 我觉得那个是操作起来 有时候真的操作你遇到这种状况 我说真的你信心都没有了 你怎么在后续的一个个股当中操作能够获利 所以我要提醒大家的一个重点是在于说 有时候应该这样子讲 就是说在整个所谓的一个操作的过程当中 当然就如同我刚刚所谈到的 我不是要跟大家讲说没有多准 而是要告诉你就是预期 就是持股解析 当然第一个我提供我的看法给你 你可以去做参考 但是如果说你没有去 你没有把这个当做一回事的话 其实我觉得对你来讲 帮助其实并不是来得这么大 那与其这样子 那不如就是跟着我们一起来做操作 我觉得其实应该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向 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励志的一个部分 励志的部分其实就没有 刚刚我们所谈到的这个双红 它的一个股价发动 看起来的漂亮 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你看它从5月25号以来 外资增加了1619张 成本65块 以今天的股价来讲 第一个它其实也没有拉开很大差距 对不对 我认为在一层上下的 那个都属于合理的差距 因为法人他有拜访公司 他花了这么多钱 请研究员 他其实买的比你早一点 这是应该的 就是当有人讲说 老师我每次买都比外资投信买的前面 好那就你很厉害嘛 好不好 但大多数的时间 通常都是法人先布局 对不对 好那我要讲的重点就是说 以这一次 其实一样的一个概念就是 它跟双红都是属于散热模组 那这一次因为网通光纤 你看上个礼拜 其实最大的新闻就是5G开台 所以网通光纤的建置启动 原本对于相关的散热需求来讲 它就是呈现一个大幅度的一个增加 所以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我是认为说 它离前波高点还有一点点的差距 这跟我们刚刚所谈到的双红的差距 是在于说 你看双红的一个部分 它其实是已经突破了平台整理 它突破了几线 但是这个励志的部分 它的股价其实就还没有 所以我是觉得说 后续哦 这两个股 我不敢讲说它一定会攻 那当时我们讲7月6号表态嘛 至少今天股价涨上来了 后续我们要看 量能的部分能不能够持续维持在万张以上 如果可以突破72块 我认为不是问题 那等幅会来到87 但会不会等幅呢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嘛 股价天天都在去做一个变动 所以最好的一个方式不是说 你看了谢老师节目 老师说87块来 我就一定要扑到87块 有时候那个股价冲上去之后做头 或者是股价冲上去之后刚好遇到大盘修正 那个其实都会有做调整 所以我们才会讲说 其实最好的方式 就是跟着我们一起来做操作 好那除了这个战略模组之外 另外这个矽金源 我们就讲一档个股就好 就是6488的一个环球金 那环球金的部分 其实我们的看法也是一样 你看哦 6月份以来投信买超了830张 不多 但成本在400块钱附近 换句话说 现在的一个价格跟投信的成本 它也不过相差大概5%多一点 大概6%左右的一个空间 而且这档个股 它从6月中旬的时候 它其实有从海外把资金汇回来 为什么 因为它在台湾扩建12寸的一个金源厂 从这边你可以去想一件事情 你今天我相信看谢老师节目的 你有自己做生意的 你有自己做老板 你去想这个问题嘛 今天我没订单 我没生意 我敢不去扩产买原料 或者是盖厂房吗 相信应该大多数人都不会 对不对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 它6月中旬 为什么要扩建12寸的金源厂 因为这一波台北股市的一个半导体 实在太强了 为什么强 因为美国希望台积电能够去美国制造 因为国安问题 中国希望那个台积电去 去中国设厂 所以有南京厂 为什么 因为他们希望他们的芯片可以去美化 所以你看两个追求一个 当然其实对于来 当然不是只有台积电 包括台湾很多半导体产业 包括IC设计产业 事实上这个时候都是属于相对来讲 比较有利的条件 所以它这个地方扩建金源厂 就代表说它后续一定有成一定程度的订单 好那这两个股只要量缩回测 不要破411块 我认为等幅测去449 好所以你说老师 49剩下18块钱 对啊 所以这种个股你要不要去追 不要追嘛 因为你追上去 第一波攻到449 万一没有再往上攻怎么办 所以你的那个风险跟报酬的比例不 不合比例啊 所以最好是它有往下一点 然后你去买在那个相对的底点再来做 我觉得应该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操作 好那除了这个我们刚刚所谈到的 我刚刚强调的嘛 就是上个礼拜我们跟大家所谈到的 类股轮动 还没有动到的股票 还没有动到的族群 散热细晶元 这是我认为两个大家可以留意的一个重点方向 那另外在强势股的补涨呢 强势股的补涨 我有特别谈到IC设计 对不对 IC设计其实像今天有一档 指标性的个股 它做除息的动作 这两个股是2454的联发科 今天除息多少钱 今天除息10块半 好那今天股价涨多少呢 我们来看一下联发科的一个股价 联发科今天股价涨了15块 什么意思 就是他单日他就完成填席的动作 你不要小看这个单日完成填席的动作 不是每一支股票 他都可以这样做 那能够完成单日填席 代表就是市场对于你这家公司 未来的发展性 它其实具备有很高的期待 你记不记得联发 不是联发科 你记不记得台积电 除息两块半 瞬间填席 现在股价多少 330块钱 那时候除息的时候 应该在310块钱附近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能够顺 不算秒填席 应该算也算开盘就填席 能够秒填席的一个股票 它后续一定都还有高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远的我们就不算了 6月份以来 外资投信增加1.4万张 成本大概是在530块钱 当然离现阶段其实有一段差距 当然这个股价就是沿路买上来 但问如何 以现阶段的一个行情来看 中国正在全力冲刺5G 所以下半年5G的一个渗透率 还会大幅度的提升 所以我认为594块 应该不是这一波的一个高点 但重点是什么 不是叫你去买联发科 而是你记不记得 我们上个礼拜 我跟大家谈到的重点 就是联发科的股价表现强势 你不一定要去买联发科 因为这个代表就是说 IC设计股 它会有一个比价补涨的效应 所以当时我讲了什么 我说你可以去找那种 相对来讲 一两百块钱的 一字头二字头的一个公司 它会补涨 或者是股价比较低的 2 30块 30块 这样的一个股票 所以你记不记得 我们在上个礼拜 跟大家谈到这五档个股 我们来看一下 这五档个股的一个走势 包括了像是什么 3041的洋志 这个也算连家军 对不 今天股价是不是涨了一百 3034的连勇 这个也算是 当然现在那个成分 没有那么高 但过往大家会把我们 归在连家军里面 今天股价是不是大涨 3545的敦探 是不是跟神盾一组的 那他跟连勇做的是同样的东西 今天股价涨了百分之2.97 3443的创意 这个也是我们在上个礼拜跟大家谈的 今天股价空到长天半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在那一天谈到的很多 他其实跟联发科是有过去有一些关系源源存在 但实际上如果说以现阶段谈面 虽然说今天这档个股它是曾经开高走低 但是我也不会言 如果说以联发科强势这个题材来看 我认为其实后续最有机会的反而是6533的金星科 不相信的话 我想我们后续可以拭目以待 但会如何呢 以现在的一个角度来看 不论是IP信息财业号 TTDI Wi-Fi6 这个其实都是金星科所擅长的一个领域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认为其实股价这一波的股价走势 应该还没有做结束 所以你不要因为短线上面的一个震荡 你就会 你就觉得说 这个股票不如快点出一出 说真的 有时候 你股价出的太快 你就会错过一些获利的机会 怎么说 你可以看到这是我们之前 我带会员朋友操作的股票 对不对 5457宣德 冲上去 好它掉下来了 这个我承认嘛 对不对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3163的波热威 1598的一个待遇 这一波股价 如果你太急着把它出掉的话 你后面你统统买不回来 你看像今天波热威 波热威是今天光纤类股当中 6530 6530的那个 创威 我不谈 因为这个是大家比较不熟悉的一个光纤类股 你看 大家今天比较熟悉的光纤类股 3163的波热威 几点涨停板 9点19分 那4979的华星光 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在20几分涨停板 对不对 包括3450的联军 这在几点涨停板 这在快10点才攻到涨停板 同学朋友 你不要去 不要去轻忽了那个先后的顺序啊 因为市场是有效率的 所以同样的一个题材 什么样的股票先攻到涨停板 他就告诉你说 那一档个股是强势股 对不对 所以当时我们为什么不是做联军 为什么不是做华星光 我们选择做的是 3163的波热威 这个就是产业研究的差距啊 或许你会觉得说 是他15% 637 这个时间也不会很长 这6月底买的啊 对不对 这是6月底买的一个股票 你可以看到 当时是买在52块嘛 今天是60块2嘛 对不对 这是不是拉出15.78的 这样子一个差距 除此之外 包括像1598待遇 这个应该不用讲了嘛 健身器材 那 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当时讲到 营收我认为会创历史新高 那6月份营收还没有公布 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当时我谈到说 单季的EPS应该可以来到1块钱以上 但是到底营收能不能创新高 EPS能不能创新高 这个都事后才能够练证啊 但是你如果到事后 当你这股价涨上去之后 你才发现这件事情 其实你都已经错过过利的机会 所以你看从52块6涨到66块 这也不过大概就是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啊 13块4的一个价差 所以我要告诉各位的一个重点是在于说 现阶段的一个行情啊 指数多头没有错 但高票没有你想象中来的这么好错 所以我刚刚讲了嘛 过热一定是有过热 什么时候拉回你不知道 但拉回你要买什么样的股票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继5457的宣德之后 3163的波若薇 1598的一个待遇 2020年下半年台股创业 我说过了 现在7月份刚开始 你要靠怎么样靠着股票 帮你发家致富 帮你创业 我觉得这个才是你现阶段 你应该要特别去关心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现在推出188的一个专案 7月15号我们会正式去做一个截止 如果说你想要加入我们行列的一个投资朋友 欢迎大家透过我们台股最前线的一个Lite 加入的方式你可以输入我们Lite 小鼠NA2953i或者是扫描画面当中 你所看到的这个QR Code 当然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一个服务电话 02-8101-0630 02-8101-0630 有任何问题或者是想要加入我们行列 一起操作的投资朋友 都欢迎透过这两种方式来跟我们取得联系 那以上就是今天7月6号的台股最前线 我们下线的项目